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Soxx 游戏王子 AKA Joseph Joe 今天我們來走一下曼哈頓大橋 趁著紐約天氣徹底轉涼之前 今天是10月25號 天氣已經算是已經開始變冷了 衣服已經開始了 今天已經開始要加衣服了 我們趁著天氣徹底轉涼之前 我們去走一下這個橋 為什麼我們走的是曼哈頓大橋 而不是布魯克林大橋呢 那是因為我們如果走這條橋的話 我們才能看到布魯克林大橋是什麼樣的 那曼哈頓大橋和布魯克林大橋這兩個橋呢 是作為紐約的一個地標建築之一 都是屬於地標建築 那如果提到紐約的話 肯定是第一反應就是那個帝國大廈 曼哈頓布魯克林大橋 然後還有就是那個中央公園 如果非要算的話那個自由女神像也算 但是自由女神像的話更多是象徵美國的感覺 那我們能看到哈 這邊他們這邊下面就有很多很漂亮的一個觀光啊 遊玩的一個公園的一個設施在下面 都是很漂亮的 然後你看那邊要像船一樣的一個小的那個兒童設施 那那個的話是因為我們這邊附近呢 也就是尤其是靠在那個布魯克林大橋那邊 曼哈頓那一岸 它那邊原本是個船港 那現在也是哈 只不過現在的話更多是類似於旅遊啊那一類的 而且在那一邊的話會有很多餐廳 那以後有機會的話我們也可以過去再去一次哈看一下 那像住在這邊的話我相信很多朋友就是 一來美國第一件事情就是走布魯克林大橋和曼哈頓大橋 那還有就是中央公園時代廣場 但是肯定會要走的一個部分 所以說我們今天要這樣子走一下來看一下 就是知道他們這邊是長什麼樣子的 那順便說一下哈 你們看到那個 看一下 看沒看到 OK 正而欲聾啊我跟你說 然後你們有沒有看到那個 布魯克林大橋這一座橋 橋這邊墩上面它上面有一個美國國旗對不對 我記得是前兩年的時候有人爬上去 悄悄爬上去然後把旗給換了 變成了一個不小的一個事情啊 是有這麼一件事情的 所以說當時鬧得還挺大的咧 然後還有些朋友可能看到那個 曼哈頓大橋布魯克林大橋就很多電影電視劇裡面會提到 那從那個超級英雄電影上面來說的話 那最近一次的話應該就是我印象當中最近的一次哈 應該就是那個蜘蛛俠電影裡面有用到過 而且要這個角度來拍攝一個景的話 那應該就是大概這個位置 它有一個就是那個是上一部的那個 上一個系列的那個蜘蛛俠 也就是 是誰來著 不是托比來著 反正它是有把那個基督斯上面 做了一個記號的挺有意思的 它那個設計 那個劇情 不過順便說一下哈 之前那個布魯克林大橋他們那邊 因為是作為一個更主要的一個觀光景點 它橋頓旁邊有很多那種情侶 把那個鎖掛在這種橋的那個邊上哈 就希望就是類似於中國的一個 永節同心天長地久的一個一個寓意哈 那但是又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呢 又導致前兩年有人說 這種所掛的太多了 增加了那個橋的一個負擔 然後當時是有說有計劃要去掉一批 那不知道他們後面有沒有真的去掉這一批哈 掛上去是因為橋有夠老的 然後就寓意時間很久天長地久的感覺 那結果又因為這個原因所以要被卸掉 這個太搞笑了 不過這也算是個比較Romantic的一個做法啦 然後你看這邊遠遠的我們能看到那個 自由女神像在那邊 很遠 如果大家看的是高清的話 如果我船上去高清大家能看到的話 就能看到那邊遠遠的是那個自由女神像 還別說現在我們走了快十多分鐘 已經走了那個橋的一半的 曼哈頓大橋 那曼哈頓大橋其實更多是用於那個地鐵交通 因為它中間主體是一個地鐵 然後再加上那個汽車行駛 那實際上還是以地鐵為主啦 中間我記得是汽車費 然後同時左右 同時左右又有 同時左邊 同時左右又有那個天然道 所以說我們能看到那個 我們能看到就是自行車啊 行人啊可以在兩邊走 那相對來說 布魯坤大橋的話 它就只有汽車和行人 而且行人通道作為中間的那一段 就是就比較寬敞 就是適合旅行拍照這一類 觀光這一類的 相對來說這邊的話就一番了 對吧 但是我們就是因為要走 曼哈頓大橋 我們才能看到布魯克林大橋 對不對 不然的話你很多人都去布魯克林大橋 直接下面走啊 那我們當然我們下次有機會 好嗎 肯定也要那邊去走走 對不對 天氣轉涼了 要穿秋褲了 不過紐約要找秋褲的話 有點困難啊 要到Yuiku那邊去找 畢竟美國這邊的話 沒有這種秋褲文化 它只有亞洲一帶才會有這個文化 這邊主要的一個景啊 這邊主要的一個景啊 現在已經開始走到曼哈頓那一半了 一個棒球場 應該是這邊附近學校的 應該是這邊附近學校的 那美國這邊還有一個棒球文化 那中國的話我記得 我讀書的 還在上海讀書的時候 就是有很少的學校 會有那個就是 有那個棒球隊啊 很少 就很難得他們才會聚在一起訓練一下 並沒有形成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 那個組織或者說一個規模啊 但是相對來說的話 日本的話棒球這個 他們倒是一個很熱門的一個運動 中國沒有 中國還是乒乓球足球 籃球為主啊 nee 難怪剛才才有聲音是標車檔啊 標車檔才標車 哈 哈哈哈哈 有人穿着芝麻街里面的那个艾梦的景象 这边应该是建筑施工的那个人员在这边放的临时放的 美国的涂鸦文化也是啊 好 有很久了 你看这边还有一个小的那个放球场 有人在玩有人在玩 小朋友都是 但实际上这边一圈开始就已经是属于是唐人街这边一圈的范畴了哈 唐人街这边一圈的范畴 唐人街附近了 你就能看到很多华人住在这边 或者说很多亚洲人住在这边你就能看到 也是作为一个很老的一个街区哈 在这边 他靠近布鲁克林又靠近那个 就是也有在曼哈顿边缘 然后我们一次喝就是曼哈顿大桥下边 哎对就这个位置 就这个位置啊 我们从上往下排 好像伸不出去 看一下 这个位也就是这个位置哈 他这边是那个之前 那个电视剧叫什么来着 The Garden City 歌坛室最恶歌坛室 那个头两集的时候 他在这边拍了一段 就是那个Garden 那个 从追那个追捕一个嫌疑人 然后从厨房后面跑出来 那后面取警就是跑出来之后 然后拿着一个 然后拿着一个那个 垃圾桶的那个盖子啊 跟歹徒搏斗的那一场景就在这边拍的 那当时我是后勤的工作人员啊 所以说那天我拍摄我是通宵啊 那天我还值班 因为我首先要做一个那个叫什么 前一天提前就是 确保这边附近啊 你看大家可能看到 这边就这条街区啊 他这边马路上面这一整条街 这一整条街上面 所有车都不能停靠 因为我们到时候有很多卡车要过来 把设备要搬过来 那会有很多辆卡车 我这那一次来了至少我看到的 我负责的那些街区有五辆啊 那实际上应该也就这五辆了 然后这边占满 然后旁边还要 换我们那个演员的那个拍摄的 拍摄那个叫什么 那个导演座位啊 还有那个叫什么 诗的那些摊位啊什么 这一拍全部占了 然后我们要确保 这些车全部都是提前一天 就是前一天晚上就不能在这边停靠 那我们就是 我负责这一块提前一天 然后晚上通宵 等到第二天之后 然后再跟着设置组继续拍摄 那更好玩的就是 那天晚上因为我要负责通宵在这边 所以说我睡觉我就正好睡在这边桥洞下面 就是他们拍摄这边下面 然后 因为 纽约的那个地铁又是不停歇的 它是一直工作的 然后 那天晚上根本就没有睡 睡不着完全睡不着 因为就是一直是这个地铁轰隆轰隆轰隆过去 就像你看我们今天 拍摄的时候就已经过去好几辆了 对吧 它就一直都是这样轰隆轰隆 然后整 导致我那天第二天早上醒过来 我根本就没有 没办法那个 注意力集中的去工作 就是整个就是 喝了一杯咖啡 然后马上想睡觉的那种 完全没有用 完全没有用 喝茶喝咖啡完全没有用 所以说 这边是一个取景地点 那然后就是这边一个街区 也就是我们唐人街最主要的一个街区之一 那那边还有个Boris Street 也是主要的 集中的一个地方 这边的话也是我们经常看到 就是剧组会在这边来抓拍 就是类似于就是如果他们想要 中国的那种感觉的那种街区的话 他们就会来过来这边拍 还有一个是Boris Street Boris街 那同时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这一排 有纽约最便宜的一个住宿 最便宜是这边 之前我这好像是另外一个UP主 是那个UP主YouTuber 那好像是郭杰瑞 他有过来来住过 来租过一下 但是那个环境 我们可以到时候看他的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他的那个视频 就是有点尴尬哈 但是作为最便宜的一个住宿的话 就这边了应该是 然后这边是唐人街的一部分 我记得是 哦对 那个叫什么 大概是这个位置 大概是这个位置 就是当时拍那个 Joker 小丑电影的时候 我们取景取的就是这个位置 你们可以过来看 当时他这边有一个 做了一个假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来着 书报亭 就卖报纸的 就做了一个假的 所以说这边你可能是 看不到书报亭 但是他确实拍摄的位置 就是在这边 然后我们那天也是拍了快一个通宵 接近一个通宵的时间 然后那边就只有一场戏 就是那个 呃 男主角在那个就是跟女邻居 约会结束的那一段戏 就是在这个位置 但是当中本来有一个插曲 本来有一个插曲片段 他们是那个女主角就是要过马路 然后有部车 差点撞到他 然后还会有一个骂街的一个 一个景 但是这一段最后好像没有用在电影里面 我记得 因为我当时我去影院看的 我记得他没有放在里面 这个比较可惜 因为这个挺有意思 为什么呢 这个过马路 然后差点被车撞到 然后在主人公再去骂街他这一个形象 这或者说这一个演演的一个内容呢 他是致敬美国的另外一部电影的 那致敬哪一部电影 大家可以回头去看一下 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电影 美国电影的一个历史当中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梗 那个是很有意思的 但不管怎么说 我们是这边是拍的那个Joker 拍了一晚上 就只是为了一个镜头 我们拍了一晚上 在这边 然后我们特意也说一下哈 这一栋红色建筑啊 就是我们平时就说的 在纽约这边的人 我们说的孔子大厦 就这一栋啊 还有欧坤的旁边那一栋 他这一栋就是孔子大厦 然后在那个他们 这个角这个方位这个方位 有那个孔子像 我以前在做校园招生的时候 有在这边工作过 通做一段时间 就招生的时候 公开招生的时候 有在这边做过一段时间 所以说这边一块几个餐厅 我有去吃过一些啊 有些挺不错的 价格也有些也挺便宜的 差不多就走完了已经 走完了哈 走完了 不知不觉讲解一下 就半个小时过去了哈 那说明这边还确实有那个 哎 我们要顺便说一下这边啊 曼哈顿大桥的这个口啊 我们这边称之为 当地人称之为小凯学门啊 就这边啊 不过这样子一个建筑也很多了 在这美国这边 光是纽约这边就有很多类似的 那不管怎么说 我们来拍一下他的正面 然后 就这边一个位置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 我们是要去 一个餐厅去吃东西去看一下 很久没有出来 那个看过了哈 也是一个 怎么说呢 日本料理店 那我们等会看一下咯 我们这边先 切断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哈哈虽然是 没有广告了 哈哈哈哈 来了来了来了 比赛压 居酒屋的意思 正好音乐的 正好音乐的 哦 人还挺多的今天 我来拍摄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拍摄 这个地方吗 我们可以拍摄 怎么样 谢谢 我来拍摄 嗨,哈囉,大家好,我是Shirito aka Sox遊戲王子 那今天我們現在到的是呢 位於那個中央車站旁邊的一家叫 烏東伊萨開亞的一家店 也就是居酒屋 那推薦這家店的呢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江思 那今天就由他來給我們介紹這家店 哈囉,大家好,我是江思 但是這家店呢,是我什麼時候發現的 我也不知道,大概發現了有兩年了 我很喜歡買這家 因為這家第一,平價 就我覺得這家是所有我吃的居酒屋 它是比東春便宜了 東春的價錢會比這邊高一點 然後這家東西也比東春很多 然後不論沒有壽司以外 這家大概居酒屋裡面的什麼東西都有賣 就以前我就是想吃壽司嘛 然後說到了這家店 然後這家店,我走到這家店門口 位於東西歐寿司 好像,應該不是,應該是位於東海的寿司才對 好,位於東海的寿司 但是,但是有那個 他門口貼的是位於東海的寿司 門口就貼的 但還好就是至少有那個洞嘛 對,他有寿司的洞 我就吃了寿司的洞 然後一直就吃到現在 所以說中午,如果一般我學校 就是離這邊大概兩大七塊錢嘛 然後就中午就是 就是中午就是 下課之後 如果一下午的課比較久的話 我會選擇來這家店 要不然就在學校附近 找一個Train Over Rise就解決了 那所以說,也是屬於 就是說很看重這家店 所以會經常過來 對,然後尤其是疫情之後 我很擔心這家店會垮掉 結果沒有 疫情它開了之後 我就馬上回來了 馬上回來了 那確實 那 所以說這一次呢 我們就是過來來品嘗一下 看一下他們這邊那個 有具體哪一些菜 有一些哪些主食有哪些菜 然後我們等會上菜的時候 就來讓Jungs來給我們 大家來介紹一下 我們剛才就是點的一些什麼 那同時呢 我們其實也 雖然說我們鏡頭 可能沒有拍到 因為也是要尊重 其他顧客的隱私權 那實際上今天其實顧客還挺多的 然後店面的話呢 本身 那個工作人員也很認真 雖然很忙 但是都很認真 所有人都是在門口的時候 做過了氣溫檢查 然後還留下了聯繫方式 所以說店家本身 在這方面的一個管理上面 是非常的優秀的 那 所以我們也是比較安心 所以說才會到店內來吃 按照今天的一個氣溫來說的話 實際上 已經不太適合在外面吃飯了 那 這也是可能 可能會影響到接下來 紐約這邊一些 餐飲業的一些發展 但是呢 總體來說 如果所有人 大家都能像 這家店一樣 做到那麼嚴謹的話 而且所有人都是在外面 能戴上口罩的話 那相信 這個應該也是沒有問題的 在室內一趟吃 那我們接下來 來等一下 看他上菜的時候 是什麼樣子 咖哩飯 我來看一下 轉過來 好吧 我這個是 看菜 看菜 我這個是一個烤魚的康羅 有一個味噌 它一個白飯 然後沙拉 然後一條烤魚 這什麼來的 這什麼魚來的 不是秋刀 但是是那個 它是那個 有了撒了鹽巴的那種 然後我剛剛網上面 截了一點檸檬汁 然後這個蘿蔔泥呢 應該就是吃完的時候 用來清口氣的那種的 去除口裡那種香味的 我們還點了一個關中煮的 他們今天沒有準備 所以說就沒有 有點小小的遺憾 我來很多次都沒有關中煮 我希望往下回來的時候 有關中煮 還有那個 那個棒也是沒有啊 一直都是 蛤 你說那個生蠔嗎 生蠔也是一直沒有 對生蠔也是沒有 生蠔 它不新鮮 就不賣嘛 我喜歡來這家 就是超級新鮮 應該就是貨 貨源一直都很尷尬 然後我這邊的話 是咖哩萝 咖哩萝 加豬排 然後再加上那個家裡飯 飯給的還是挺足的 然後我們接下來等一會 再看一下 那個生魚片 因為今天點的是那個 生魚拼盤 對生魚拼盤 然後我們還點了 一壺燒酒 燒酒 燒酒 來給你滿上 謝謝 謝謝謝謝謝謝 現在是happy hour時間 現在是個燒五壹酒才三刀 很划算的 有點涼掉了 啊 上班了 也是厲害了 好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等一下那個 拼盤 噢來了 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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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這個生魚拼盤 就比那個生魚洞 少了兩樣東西 蟹肉飯 跟玉子燒 這個應該大家都知道 這個是Salmon 然後這個是Tuna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Eropel 其他的如果吃 然後吃刺身呢 我一般就是先從甜的顏色開始吃 然後先吃這塊比較白的 然後再吃Salmon 最後吃這個Tuna 好的 就是Tuna應該就是有魚還是鮪魚 這個字怎麼唸 一個有一個魚 怎麼唸 Tuna的中文就是那個一個魚一個有 還是一個有一個魚 對中文 但是Tuna的話就是Tuna 這家的人均 大概吃到吃飽的話 人均就20刀左右就行了 就像冬春 冬春如果吃飽了 人均大概就吃得多塊錢 就肯定要吃得到 像我們家今天點了點小酒 坐下來聊天的話 應該可能就不會超過程式 我覺得冬春可能會超 七八十個有可能 其實等會看一下 好吃 我今天早上 我今天好像早上好像在做飯 在夢店我在吃 Omakase Omakase 對 就是 你不知道吃什麼的情況下 你就告訴 廚師Omakase 然後他會自由 就自由 就是 在日本會隨便做給你 因為我也不太知道 自Omakase正確的定義 Omakase Omakase 就是 那個交給你了 這個意思 嗯 嗯 然後我們後面有追加的一個新的小菜 生牛油芥末醬 對 新的那個 Tako Wasabi Tako Wasabi YES 就把那個 魷魚就切成小丁 然後是 跟芥末放在一起 然後又放一些蔥啊 什麼的 然後 然後 你覺得它裡面的芥末 不夠多 試一下 嗯 我吃 其實 嗯 蔥的香味全部都體現出來了 然後微辣 但是不至於很明顯的辣 就是你能感覺到辣味 它的那個 那芥末的那個辣味 但是 不是很辣 然後很有嚼勁 因為是那個 生的 那個肉很有嚼勁 太飽了 非常的讚 然後 今天 他們這邊 這些 餐點 再加上我們之後 實際上有一個沒有算進去 沒有拍到 但是餃子了 然後那一個 一份典型餃子 加上去的話 總共是 54 54塊錢 然後還沒算上小費的話 54 那總體來說真的是 比較划算的 然後唯獨一個就是 我個人建議大家下一次過來的時候 那個 刺身最好是點那個 它的刺身蓋飯 因為 同樣的價格 呃 價格只是貴了三塊錢 但是它的量要比 本身刺身要多很多 而且刺身它還多了兩樣 兩塊玉子燒跟兩個洩漏放 對對對 然後這樣子的話是 這三塊錢是絕對是值的 所以說個人建議是你 如果你只是要刺身的話 你不如點刺身蓋飯 這樣子會比較划算一些 那其他的話都是很棒的 都是價格和它的口感 吃的味道都是很 很讚很讚 他們這個挑選食材 確實是很 挑的很好 真的是挑的很好 但是又是這些 對 哈哈 而且本來還想吃的甜品 可能這實在是太好了 對 甜品到最後就是 沒有地方放了 連喜歡吃甜品的 殭司都沒有胃口吃 都沒有那個位置去吃甜品 太好了 不過他今天晚上開 那種 然後找出點頭 哈哈 那不管怎麼說 那這一家店的話 我們是 也是比較 真的是很推薦 同時也是 這次是殭屍推薦的這家店 那 所以說有機會的話 大家也可以過來來試一下 那地址的話 我會到最後放在視頻的最後面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了 拜拜 topline 都放了 說不下去 POL 我們看待 我可以見 Honey 是 好 這次 聞到 我們 誠一 說不 字幕 說不 在